当地时间12月9日下午,首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峰会在沙特首都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等21个阿拉伯联盟国家领导人以及阿蒙秘书长盖特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峰会。 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发表题为弘扬中,阿友好精神,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详细阐释中阿友好精神的内在关系,提出四点倡议,并表示未来三到五年。 中方愿同阿方一道推进八大共同行动,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结合同时举办的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峰会达成的共识,中国将继续从海河会国家扩大进口原油和天然气,加强油气开发、清洁低碳能源技术合作,打通油气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数字之路。 一条合纵中东连接欧洲大陆的能源超显,已逐渐成型。但是西方世界有这样一种观点。目前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还不足以对美国地位造成实质威胁。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中东问题上,都持观望态度。不太可能直接介入区域安全和政治局势。 但是,很多西方问题专家认为,这种观望态度,对中国扩展区域影响力,形成制约,要取代美国在中东的地位为时过早。 我以为这些专家们认知的角度,是出于西方世界丛林法则的逻辑思考。 东方文明在世界民族之林处于鼎盛阶段之时,对内虽然有各种冲突和战争,但是对外基本上以贸易通商的方式,来促进国与国的交往,在实现要素流通过程中,达到各个区域和国家之间的优势资源互补。 因此中国不会直接介入区域安全和政治局势,除非这个区域的局势,对中国在国际公认的合法利益,造成了非法侵害。 比如说一个中国共识遭到践踏的台海危机,而美国,则一直是通过直接介入区域安全和政治局势,来获得自身利益,比如说北约东扩引发的俄乌冲突。 虽然美国在中东先是一举,但开始另找突破口,试图拉拢中国传统朋友非洲国家。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白宫顾问德福蒙特9日说,美国总统拜登将下周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与非洲领导人峰会期间宣布,美国支持非洲联盟加入20国集团,成为永久成员。 届时拜登将与非洲国家总统会面。 这就是和美国的外交风格所在,美国总是拿一些虚无缥缈的承诺来糊弄他国。 这和当年在哄骗东盟国家乃至印度和日本,加入对抗中国的经济包围圈时,采取的手段如此相似。 而时间是最好的验证,东盟国家已经看到的真相。 其他国家也会看得到。 这次中阿峰会,阿盟已经用实际行动来做出回答。 接下来看看美国在非盟是否能够得偿如愿。 当然,还有已经深受其害,并一直在摇摆不定的欧盟。 是否能够摆脱美国对其的束缚和影响。 我相信无论是哪个国家联盟,最终的决定一定是遵循世界文明的发展规律。 而做出的选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 逻辑到目前已经非常清晰,关键词是控制与平衡。 主要考虑的是收获的利益,以及付出的代价是否划算。 如果不符合美国的逻辑,那么实在控制不住就放手。 如果平衡不了就打压。 阿富汗和乌克兰乃至欧亚大陆现有的局势,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个逻辑。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 逻辑表达也一直非常清澈,关键词是合作与共赢。 主要考虑的是彼此之间的合作,能够取长而不短。 最终能够达到各方共赢,从而分享利益并彼此成就。 也许文明本无对错。 但是,被昂撒集团掌控,并逐渐演变形成的霸权主义,和世界各国人心所向的命运共同体之间,有着明显可见的差异。 包括东盟、阿盟、非盟乃至欧盟的眼睛是雪亮的。 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选择。 但是,已经沦为棋子,和筹码的乌克兰,以及台湾地区,暂时还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 中东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再加上大自然赐予这里的丰富能源,使得这个地区各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断。 各国人民群众深受其害。 虽然一直在被大国所操控和影响,但是对和平和发展的向往,已经使阿拉伯国家认清了。 美国眼中只有他们的能源和钞票,并且为了能够控制中东这张长期邮票,是不会让这些国家获得经济独立,和军事自主的。 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知。 知识,这句话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伊斯兰人民正在逐渐认识到,当前的中东局势是在西方文明和资本规则主导之下形成的。 这与先知用古兰经给予的启示南辕北辙,只有来自东方的知识体系,才能建设和守护阿拉伯民族的美好家园。 此前的中东纷争更像是一种苦难和魔力,在指引着阿拉伯世界奔赴正确的前方。 当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以后,我们的能源安全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 而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将获得长足的进步。 这就是东方文明的融合之道。 更为关键的是一个稳定的中东地区。 对于欧亚大陆两大板块之间的合作,以及亚太地区的繁荣更是意义非凡。 这也是美国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我们都知道,台湾是美国在亚太地区,进行离岸平衡的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 也是美国当初逃离其一手制造的中东乱局。 想另起炉灶搞乱亚太的主要目标。 这显然是海洋文明的逻辑认知。 在他们的眼里,岛屿比沙漠更有价值且更容易掌控。 当然对于极为辽阔且足够包容的海洋而言,陆地和岛屿同样拥有命运与共的价值。 随着中国在中东地区,与各个国家的中阿命运共同体关系不断深化,亚欧之间通过中东板块,实现互联互通的局面必将逐渐形成。 事实必然证明,日本和台湾的第一岛链,已经包围不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大陆国家。 此时把冰冷锁链变成珍珠项链,才是台湾发挥其对话东西方的价值所在。 在中国的陆海两极协同作战力量,已经强大到突破第一岛链时,台湾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其永不沉默的最大航母这一功能。 可以预见的是,在中东大陆通道打通之后,台湾还将失去其作为离岸平衡的重要功能。 这个时候的台湾,作为美国与中国谈判的筹码,还能发挥多大的价值。 相信很多人心中自有结论,在以利益得失为考量的美国政客眼中,台湾可能就会成为一块鸡肋,是否值得他们用更大的利益来换取。 台湾同胞心里应该有点数彩是,正如我以前一直强调的是,台湾之所以会成为中美两国之间博弈的焦点。 主要是出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及其海洋霸主,对于紧邻大陆岛屿的逻辑认知。 当欧亚大陆,能够通过中东地区,形成命运共同体之后,人类文明将从掠夺并侵占财富的海洋文明,回归到创造并共享财富的大陆文明。 台湾的价值,也将有望从离岸平衡升级,为离岸合作。 期待台湾能够以回归的姿态,来共同见证这一重大的历史变化。 从而成为东西方文明融合交汇的宝岛。